前幾次每次月經來的時候 真的是要來不來 你要在跳恰恰 跳恰恰 跳恰恰 醫生說 你這樣子有點 讓更年期前期耶 我說真的嗎 Ella自爆大姨媽跳恰恰 解決早更危機更美了 這就是美出的新高度 真的嗎 哎呦謝謝 我覺得自己更自在更放鬆了 那個美好像不用刻意去表演 去表現它 自然而然 最近又瘦了 最近對比較忙嘛 忙著排舞啊 因為5月25號 HIT的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 我要在上面唱跳了 啊 她心情少了 呃 這個事情她已經做出回應了 所以我就不多說什麼 然後呢 私底下我們三個人其實常常互相關係 我們會很常分享 比如說老婆就是 小妖果又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一些可愛照片 或她在學爬行這些影片 她就會跟我們分享 我今天哪說要想要生雙胞 還好約你一起生 沒有 這種事情怎麼約啊 喂 欸你現在準備好了嗎 來喔 321掛電話開始 哈 這什麼 而且她早就知道我已經不想了 對 我那天看到她訪問她說她要努力到停經前 我真的覺得佩服她 講到這個你知道我今天發生一件事情很開心 因為講到停經 其實我已經接近那個年紀了 前幾次每次月經來的時候真的是要來不來 你要不要再跳恰恰 她真的我沒有騙你 她就是一點點 然後過一陣子就想說她好像沒有要來 然後呢三四天以後就來了這樣 然後我就看中醫 醫生說你這樣子有點 很像更年期前期耶 我說真的嗎 其實我內心很渴望更年期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要在月經來很麻煩 而且我從小就有這個願望 希望趕快更年期 醫生沒錯 醫生就這樣跟我講 你還早不可以 你太年輕了 你不知道赫爾蒙對女性很重要嗎 你的這些磁激素 黃體素 這些東西太重要了 我幫你調 你那個東西一停 你的手皮膚會坑坑的 你看看整個人會很削弱 就是她比我還要緊張 反而是我比較隨意 但是呢我最近被她調理到 欸我今天來得很順暢 我就覺得好開心喔 我跟醫生一起努力的成果 看到了 那你不是小Q 平心 但是因為她那麼努力 我就想說好啦我陪她一起努力 因為最主要我是要調身體 我如果身體累啊 這些東西其實荷爾蒙 都會影響你的睡眠 那些有的沒的 還有精神狀態 還有你的人的狀態 但我們家就是 有一點點腳跟的基因啦 我估望四十幾就差不多了